好的 早安 以色列日前是宣布包围加萨市 那么根据军队4号发布的一个最新影片 现在呢 画面中就显示以色列的坦克使进加萨 那么与其同时呢 画面中现在是哈马斯他们发布的影片 显示加萨在加萨和乙军的一个对峙画面 那么画面中呢 哈马斯士兵是向坦克开火 事后呢 哈马斯的部队就表示 哈马斯和敌军发生冲突 而且是摧毁了10辆坦克中的其中一辆 那么其实呢 乙军在不久之前就已经表示呢 他们包围加萨市 目前双方在加萨是交火不停歇 根据加萨卫生部双方开战 到现在呢 目前加萨地区的总死亡人数 已经累计达到了9488人 那么现在呢 就随着这个死亡人数是不断地增加 国际的反弹声浪也是越来越强烈 那么究竟呢 大家就很好奇 接下来以巴他们的战事走向到底为何 美方的官员就透露呢 以色列他们将会减少空袭的力道 聚焦在地面上 坦克啊部队这些进攻 目的呢 其实就是要攻破哈马斯的地道网路 但是呢 其实哈马斯他们如蜘蛛网般的地下隧道 外船呢 不仅是非常难攻破 因为呢 是有80公尺深 而且是有2500多条 那么根据路透报道 两名亲近哈马斯领袖的消息人士 他们还说呢 哈马斯现在已经准备好 要利用地下隧道来做一个长期的作战 就算让以色列刻意地让他们掉进一个泥沼 那么与其同时呢 哈马斯除了是公布刚刚乙国坦克进攻 遭到袭击画面 他们还公布了在加萨街头向以色列士兵开会一片 那么画面中呢 可以看到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士 他们仅仅是隔着一条街的距离来交火 那么接下来呢 画面中哈马斯成员 他们就走进一片漆黑的地道里面 那么根据其他哈马斯他们公布影片 隧道呢 地上甚至是放置枪支啊 还有炮弹 就是要供哈马斯士兵可以来使用 那么相关人士就透露 目前哈马斯他们已经储备武器 飞弹还有粮食跟医疗用品 预计呢 他们要在加萨生存 也就是呢 在这个地道网络里面生存数个月 利用这个地下隧道呢 来挫败以军他们的城市游击 而最终目的呢 就是指望国际社会施加压力 让以色列解除围困 并且呢 是要统一停火 那么尽管如此 以色列的官员还是向美国表示 现在是已经准备好 要面对哈马斯的游击战术 而且呢 表示他们会承受国际社会的批评 那么同一个时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是在今天5号的时候 与约旦首都安曼 举行有关保护平民 和加快援助交付的记者会 那么在会上呢 布林肯他就重申 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人道主义修战 他再一次重申呢 是支持以确保加萨的民众 可以获得一些人道援助 那么人道休战是布林肯在3号 前往以色列的会谈焦点 但是呢 其实这个提议并没有获得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认可 因为以色列方面 他们认为呢 以国将会继续的火力权开进攻 加萨这个是 总理纳坦雅胡他所表示 并且呢 他强调如果哈马斯不释放 约240名的人质 以色列将会拒绝任何的战时停火 那么其实呢 现在就在以哈双方持续交战的一个同时间 以色列也和北边的黎巴嫩展开激烈交火 黎巴嫩真主党在声明中就表示 武装部队是袭击了 以离边境至少6个以色列的哨所 摧毁了装备 还有设施 并且是威胁 这个升级是已经冲突 以支持盟友哈马斯 那么以色列也反击出动了战机 战车还有大炮来挥击黎巴嫩的边界 双方现在呢 其实冲突是越演越烈 那么眼看呢 区域冲突可能会扩大会升级 美国的双航母也是20年来首度的在东地中海来合体军演 那么其中 艾森好好将前往苏伊士运河 那么现在就面对是否会出现出了尾巴以外的另一条新战线 美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已经控制了更广泛的区域冲突 目前这个冲突只存在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但其实呢 中东的寝室现在可以说是千亿发动全身 任何举动都很有可能演变成时空局势 哈马斯和乙军持续交火 旗下军事组织卡桑绿 说出第一视角影片 哈马斯成员通过狭小的地道 接着画面转到拿着自制新亚105反装甲炮弹 瞄准乙军坦克发射 影片也显示哈马斯战士进行近距离攻击的巷战 以色列挥军加萨北部的战况 双方寸土必争 除了地面战 美国部署的两大航母战斗群 福特号和艾森豪号 已经连续三天进行联合演习 是美国20年来首度在东地中海双航母合体军演 在这次连演中 有超过一万一千名美军人员参与 他们演习了高价值单位防御 弹道飞弹防御 海上补给 跨甲板飞行和海上安全作战任务等 五角大厦还宣布 艾森豪号即将航向苏伊士运河 威哲地区宿敌 燕门叛军青年运动 另外根据CNN报导 黎巴嫩真主党目前频繁地 在北部边界和海上跟以色列交火 不过双方都没有扩大攻击范围 因为真主党兵力等同哈马斯的两倍 所以以色列和美国都希望尽力确保 不要让战时升级 中东情势现在可说是 千亿法动全身 任何举动都可能演变成失控的局势 中情局长伯恩斯在今年初曾提到 根据美方情报 伊巴之间的紧绷派势有增加的趋势 然而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为拜登执笔的文章中 却表示中东爆发新战争的时机 尚未到来 伊巴战争爆发 以事实打脸苏利文 现在看来格外讽刺 接着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